澳洲进口鸡蛋量饭店开卖 每人先够两盒不到半小时 但加上货料只剩一半 抢头向民众一开店就来买 市面上现在卖的真的是蛮贵的 一斤一百多 这边进口的这边是一半的价格 一龙的七堵 来这边差不多半个小时 比较便宜 当买一斤94块 卖厂加了福饭售 澳洲进口冷藏蛋12颗有79 及89元两种 另外超市其他进口洗选蛋 10颗68元 全年也是10颗68元 两间卖厂都寄出每人先够两盒 农委会这边是把这个蛋元 提供给我们的洗选业者 价格的定制 那就是根据我们跟洗选业者之间的合约 另外台北的蛋行 一早进货鸡蛋超过30位民众排队抢购 白蛋每金82元 每人先够220元 现在更传出鸡蛋产地价 每箱20台金1400元起跳 土鸡蛋一箱就要2000元 红壳红心一箱超过2400元 有网友爆料最近中盘商 这阵子真的赚到卖跑车 近期缺蛋潮持续延烧 超高蛋价 民众抱怨连连 如今进口蛋开卖 是否能缓解民怨 又待观察 接着杨时区前列安台北采访报道 海黄鲍鱼干杯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 感谢观看